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一起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我们的来宾非常特别 多年前流浪之旅 让习武多年的黄鸿喜 决定踏出台湾的舒适圈 他带了三百万 远赴北京租下一套四合院 开设了旅馆夜奔北京客栈 后来还在大同 在平遥也都开了形式和内容 不特别一样的客栈 可是多年下来 还没想到的一场疫情 再加上房东坚决不减租 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道枣 到最后也只能选择 终止了夜奔北京四合院客栈的服务 目前他有一些员工 安顿在山西的客栈 提供一年时速的资助 持续的观望着 也等待疫情恢复 今天我们的主题馆就是黄鸿喜 武术教练夜奔北京的发起人 他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 是三年以前 2018年的4月9号 今天 列奔北京客栈 宏喜 流浪之旅是你在云门的时候担任武术教练 参与了林怀明所提供的一项资助计划 就是流浪 对他那个计划叫做流浪者计划 那那个时候我年纪比较幼小 你那时候几岁 我那个时候我出去那年应该是27岁 也不算幼小 但因为这个计划 他是鼓励当时就是所谓的年轻人 我那时候还是属于年轻那一帮 你现在还算是 快快要不获了 是 那他那个时候就是鼓励大家有一个主题 在亚洲选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是我用武术的名义申请了 就没有想到就真的叫我去 所以我就到华北 就是以北京为中心 到各个地方去研究北方的全树 那其实主要看到的还是很多发源地 跟那边的那个风土民情 所以大概三个多月左右的时间 是不是也去了最近有出大事的郑州 对 郑州也是一个武术的要地 对因为我们知道河南少林市 就是在郑州附近 那个松山嘛 那个古时候叫做中州 就是当时认为是天下的中间 郑中间 对对对 那所以那边的武术严格上 虽然我们现在把它称为北全 但当时的人认为 那个是最中间的那个练武术的地带 以前我们还记得讲的中州大侠 那就一定是出生在郑州的 对 好 在你流浪期间 本来你的目的是去考察武术 对 可是好像考察的东西很不一样 对不对 或者说跟你后来事业的连结 有一些出入 有 因为我当时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看到什么技术 或者什么 我只是想要看一个感觉 因为我们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 就不管大家怎么 所以我那时想看看 就是在一些 因为当时在中国大陆 很多那个城乡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所以我其实到很多发源地 它是 就那种练拳的风气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那是一个很直观的感觉 那包含小朋友的那个身体 他们从小开始去练 他的身体尚未受到太多的污染 不是说无人不是说空气无人或者啥子 就是那种你看了不同的 比如说现在讲好多的影视剧的 这种奇怪的扭动生理方法 它会影响你的思维的 那当他是从就是非常那种草根的东西去开始练的话 他的武术身体纯度很高 那所以这个无关于技术好坏或者是练的 或者是拳法 对 那就是那个 那种纯度是很有趣的 你讲的纯度 跟你常常我们私下谈的时候 你提到的 中国人的身体的感受 是有关的 对 我讲的其实就是这个 对就是这种 中国人的身体 会比如说像深蹲 蹲在那个路边 看风景 看人来往的人 或者他用有一些坐卧起立的姿势 对 就应该是说 我所观察到 在北方大地上的中国人民 对于土地是亲近的 但这个亲近很有趣的是 他又不是用屁股 或者是用我的身体去躺下他的亲近 就是我们他的脚底跟大地有一种亲密感 所以你不管是站着 蹲着 就是靠着各种东西 我的两脚是有一种 我愿意去接触他 然后去反馈这种 就大地回来的力量 练拳其实很多的根源是从这里开始 就我们常常讲用脚打拳 就是打一拳 其实你看西方拳截 打得好的职业截 那个脚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 那个踩地回来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所以身体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我看到的 他们是一开始就有建立这种感觉 所以在 对大概就是 那个时候看到这些 其实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回来台湾以后 那个流浪结束 你很快的又去了 一年 一年 这有趣 我想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曾经谈过 我们再回顾一下 你到夜奔北京的这个计划 开始的运作之间 有过哪一些心理上面的 不管是建设也好 或者准备也好 没有 就是因为没有才去 那你知道我这 这一年回来就很多朋友在跟我聊 我现在很清楚的可以跟你讲 如果今天在叫我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我绝对不去做 因为我胆子变小了 所以我只能说那个时候 江湖走老胆子变小 真的 真的是 当时就是有一点觉得 我就是还没 快要到30岁了 觉得30岁应该是人生要画下一条线的时候 就是如果失败 这就是最后一次 所以其实我当时算是人生进入比较好的阶段 我刚刚就在台北附近这边 就是下定了一套房子 然后我可以开始还房贷了 就在古亭附近 成交9个月之后 我就把它卖了 但你如果记得的话 那是2008年 所以我刚好遇到雷迈兄弟 我在最低点买 最高点卖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豁出去了 就是我想到 我那个时候真的有点感觉是 好我想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看看我有多少盘缠 我问一下仲介 卖了可以多少钱 好那就去做吧 然后后来才知道 就是这个东西在创业资金上 只够我烧三个月 你原来还不晓得是只能烧三个月 原本不知道 我原本估计可以烧久一点 第二是就算当时知道的话 烧就烧吧 就是但是那时候不知道 其实在创业的这个阶段 如果你只准备三个月 就是死掉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算是就是那个 Luckiest of the lucky 在去之前 你其他的 不是说你的资金的准备 你的学业准备 你的资历 你的做生意的技术 各种准备 约略的谈一下 我知道你是在加拿大长大的 对 谈谈这个背景 我几乎没有任何做买卖 做买卖的概念 那在这个之前 我是在推广武术的教学 所以我的职业其实就是教育学 我反而不太需要去烦恼 这些行政方面 就是会计上面的流程 所以我真的是有一点是 一股脑的投进去 然后投进去之后 自己边走边学 可是你的武术的老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徐济 徐老师 台湾出身 不是 他算是大陆出身 他是南通出身 他是大陆出身 但是他在台湾待过一段时间 他五岁就来到台湾 是 之后谈谈他的影响 我是在大概二十 差不多二十年前 遇到他 然后当时跟他练拳 那也是因为他的关系 边跟他练拳 他就边跟我说 他那时候跟云门武吉在合作 就是开始在教舞团的舞者们 武术 然后他也要成立一个 就是一个部门 老师那时候 因为我刚开始跟他学 他就说那你既然刚开始 你就过来一起进行这件事情 所以我其实从他身上就看到 一件事情 就是把传统武术现代化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他一辈子在专心做这一件事情 那我看到他身上的那些气质 跟他所知道 因为他老师本身其实是国文教授 他是师大中文的 所以他在语文 在很多事情上 他有那个年代的老先生的讲究 那我看到他这么多东西 他都可以做 但他不去做 他就专心在做武术 而且就是把传统的武术现代化 这件事情他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放弃过 所以这个东西很影响我 那坦白说 我找他练武术 只是因为我个人兴趣 我没有一开始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 但就是跟着这些老先生跟久了之后 你会惭愧如果你不一起做一些事情 所以夜奔北京这一个客栈形式的 我们叫旅馆吧 好像也具备着跟恢复或者是重建传统武术 让他更有现代化的价值 这个好像都有联系的 老师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用挂羊头卖狗肉来讲 就我自己当时给自己的一个想法是 要真正在这个时代 纯交武术会遇到很多困难 经济上是一个绝对绝对的困难 靠收学费推广 这个事情很难 因为我们社会已经进入公立化了 不管是台湾还是现在的大陆或者是香港 大家都一样 所以你为什么愿意去学一个东西 它怎么样可以让你 不管是变现也好 变得名声也好 武术很难在这个事情达到上 所以我需要另外一个平台 那老师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差不多刚好十年的时间 我们前半年做的叫做hostel 后半年其实是转型成hotel 那这个hostel在中文里面 台湾比较习惯翻译叫青年旅社 那大陆那边有些就叫做青年客栈 那青年旅社 前五年其实我们严格上来说是 差不多不赚不赔 就是在熬我们的生命 但青年有时候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希望是普及我们的理念 也就是说你今天不管你的身份地位 你是可以过来住 我简单这么讲 北京的四合院 是非常非常贵的地段 所以一般大家想到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要收入中上的家庭 才会考虑出去旅行的时候住四合院 在西方社会也是一样 但当你听到hostel的时候 所以我们当时一个做法是把很多空间转换成床位 让同样一间这么大的空间 一次可以让八个人十个人进来住 当然在今天这个阶段可能想起来 想想是很不可思议 但是当时还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戴口罩 没有失效距离的时候 这是一件在至少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做法 而且已经不只是给青年 很多就是出了社会的人之后还是选择这个 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口号就叫做旺季不涨价 淡季不降价 这是旅馆涨价跟淡季 旺季不会 而且你没有旺季跟淡季的区别 有我们在旺季的时候一方难求 但我所知道所有的旅馆业旺季一定涨价 而且有的是三倍四倍的涨 这是一个行规 所以这其实不是错的 但当时我们坚持做这件事情 做了五年 这是我们不赚钱最主要原因 那淡季很简单 就是当大家都减价的时候 我们还是保持一样的价钱 因为我们卖的是我们的 我们空间的价值 其实这是非常违反 你刚刚讲的商业操作这件事情 但我反而因此在头五年 建立了很多好朋友的 信任 对 那我们在后五年 就稍微有一点 在经济上有帮助 因为我们转换过来 那很有趣的是 就是从hostel变成hotel 对 但是它中间的差别是什么 服务又不一样 服务肯定不一样 那服务我们当然两边都尽可能去完成 空间变成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提供床位了 那就是回复到四合院 它本身应该有 就每一个空间就只给一个家庭 或者一个接待的单位 那当然很有趣的事情是 头五年可能很多人来玩 还是小情侣 或者是年轻人 五年后 结婚生小孩 就是一家大小 带个小朋友来 还选择住我们 而且它就是 我们是陪着我们的客人成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有好多客人 是十年内回来 从欧洲回来过好几次了 那您刚讲的服务 我简单跟你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初期在做hostel这件事情 我们是全中国当时最贵的床位 当然我们是卖一床150 但是当时一般其他价钱 大概是50块 所以我们是比人三倍贵 但是大家还是选择住 我们除了四合院之外 原因是 我们会去比客人提早一步 去想到一些事情 比如说在2010 2011年那个时候 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 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买了很多 那种叫做burner phone 那个一次性的手机 手机里可能 那个Nokia那种非常简单 其实大概就是99块人民币一个 我买了很多 里面大概就通话费10块钱 你只要10块钱而已 所以你只要住我的房间 不管你今天住什么床位 我发你一支 因为那个接电话是免费的 你在旅游的过程中 遇到任何问题 你打回来 我们立刻 比如说有人 要买一杯可乐 不会打回来 我们帮你讲 因为举手之劳 这钱财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在当时 就是很多心急的饭店都做不到 可是他们发觉 哇塞 怎么来这里 这个手机上面 里面有10块钱的通话费 大概就10块 因为我还在充值 因为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实名制 所以我可以买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买了几百个手机 因为那个其实 我会这么做 是因为我自己旅行的经验 到一个 就是语言不通的地方 就是不是英文 也不是中文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苦恼的 所以这个很成功的解决了一些 就是很小的东西 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 这个服务就我想就是非常创新的 可是好像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还曾经介绍过 不妨再回忆一下 武术还是跟你的客房服务有连结 这是一个甜蜜的偶然 一开始员工不好管 我们招来的员工都是尽量要有想法的 这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 你也知道就是越有想法的人 就是越乱七八的事情都会想出来 所以当时要有一个规范跟一个制度 可是我们又不是那种定出来 我最讨厌就是扣薪水 因为我们自己领薪水 所以最讨厌被老板扣薪水 所以我不用扣薪水这招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来练拳 因为我跟你的关系 现在是就是雇主跟员工 这个是令人讨厌的 我想各行各业都一样 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你每一周要过来上我四堂课 我跟你的关系是老师与学生 那个关系很微妙 我教你练拳 练拳也有很多身体的规范 拳拳到位 你拳该怎么报就是怎么报 该怎么出就是怎么出 当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之后 我们在工作的一些会议上 那种很微妙的东西 就自动的改变了我们的制度 所以这是我最早发现在管理员工上面 你不要去跟他讲太多大道理 没有用没有人会听的 所以你的员工是你的徒弟 这么说是吗 可以这么说 所以让他很悄悄的转化成听话的人 但是你并不用金钱去惩罚 原则上我们不用金钱 当然你发现了很多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规则 但是不会是非常自视的这种 所以我们会避开 就是我希望他们拿到该有的 在经济上面的这个 一个客栈经营了很多年 可是你觉得还有别的地方 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地景 甚至抛开四合院 也还能扩展第二个夜奔 是夜奔大同 夜奔大同是怎么奔出来的 您知道大同就是在魏晋南北朝 当时的首都 其实它离北京距离不远 台北高雄的距离 开车里大概就是四五个小时 但在那个之前 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情是 当时来住我们的欧洲客人 主要是欧洲客人 十个中有九个 下一站就去大同 但当然很有趣的是 当时中国大陆本身的旅游团 很少去大同的 这一群老美老外老欧们 天天往那里跑 因为他们都写信请 我帮他带订火车票 所以这事情引起 所以你注意到 它是一个现象级的 一直不停会出现 而且有很多客人 他是在中国 比如说北京大同 然后玩了一圈 最后上海回到北京 要坐飞机的时候 我跟他们还是聊天 老朋友又见面 你回来住一天等飞机 中国玩一圈哪里最好玩 大同最好玩 所以大概2011年 那个阶段 我收到太多这种反馈 那当时讲一个客人好了 有一个德国工程师 高高壮壮的 人很憨 像一只大熊一样 他的名字很有趣 叫Peter Ubersax Ubersax 今天听起来是很好笑 但他的信我记得很清楚 人家是Uber Eats 他真的叫Ubersax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连友 我们家的连友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工程师高收入 他跟我说他人生的梦想 就是在德国的火车站门前 帮人家刷皮鞋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 这个很奇怪的想法 他来的第一天 我们当时窗子就刚好坏掉 有客人的钥匙锁在里面 拿不出来 我们是那种老的门 又不想把玻璃给击破 他当时就是用我们现有的工具 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奇怪的钓杆 从上面砌材 真是工程师 就像钓杆 就给我们弄出来 钓杆 把它钓鱼的钓杆 因为对 他就是从我们上面的气窗 穿进去 所以你可以想他就有点像那种 Mission Impossible 那种就玩这个 所以我们很快就建立了 很熟悉的关系 然后他是一个人来的 然后他来的期间 有另外一个女孩入住 也是欧洲女孩 他们很快就变成情侣了 这个我们当时见过很多 Uber Sex 继续讲这个故事 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牵手 去了大同 然后玩了一大圈 反正 然后他们大概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 回来的时候就分手了 很难过 我跟他聊伤 我说Peter Peter 然后他就是跟我走之前 就说大同真的很好玩 但是他在大同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找不到住的地方 那里没有好的旅馆 没有任何一家旅馆会讲英文 这是对他来说很痛苦的事情 他到其他城市都还好 哪怕像到重庆 像当时阳朔都有 所以大同没有 他回德国 德国有个个性很有趣事 他说你应该开 去那边开一间hostel 他回到德国之后 大概有连续半年的时间 我每个礼拜都收到他信 给我写详细的计划 你应该怎么开 内容是什么 位置大概哪里 把那个Google地图 云港石库在这里 这个老城在哪里 我已经告诉你几个位置 大概是可以 你赶快去看 就有这种客人 我能不去吗 所以我必须得去 结果你先讲 你的发现是什么 发现是真的是值得 他是一块 当时因为耿燕波 刚刚把那个城市翻修一遍 耿燕波是很著名的 有关于他的一部纪录片的 他是市长 当时市长 那很有趣是我去的那一年 是耿燕波最后一年 所以整个纪录片的 我其实当时不知道 要不然我实在应该 也拍一部纪录片 就金马桥就该我拿了 但那时候就看 就是翻天覆地的整个 我看到的是 就是有点像 今天看到有点像 印度的贫民窟的一区 明天就没了 整个挖下来 然后该有的老东西 就突然间就是被 像这种透明玻璃 把它给包起来 每天都在变 那个老城翻天覆地的 他那里的那个 那个城市的规划 是西安更早期的 这种版本 这种棋盘式的 所以当时我 真的是见证到 在一年之内 刚好那时候 我的夜班大同 也正在建设 所以我大概有 六个月时间 往返北京 每一周都有发现变化 所以你自己的事业 在发展之中 你也看到了一个城市 跟你同步的在更新 在翻修 翻新 一直到2013年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 他是在BBC 是先在欧洲播出来的 我一看 那个时候 我记得他的片名 叫做The Chinese Mayor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播 中国市长 对 然后我那时候一看 这不大同吗 这不就是我每天看的吗 所以就是人生 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大同 因为我们当时选择 大同不做四合院 四合院翻修成本 实在太贵了 所以我们在老城外面 那时候是刚刚被批准 盖了第一批高楼 全大同第一批高楼 我们就选择 选择在公寓楼里面 但是是22楼 那个时候22楼是当地最高的大楼 是 所以我们窗户一打开 看整个楼盘 就像看棋盘一样 我每天看那棋盘 怎么样再重新规划 是 访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武术教练 夜奔北京的发起人 黄鸿喜 他上一次来节目 是整整三年 又四个月 五个月以前了 我们谈的 夜奔北京 主题馆访问的是 武术教练 以及夜奔北京的 创办人黄鸿喜 他现在回到台湾 也经历了 他没有办法预期的疫情 他的旅馆事业 要怎么样开展下去呢 会不会在台湾 也能够遍地开花 这很难说 不过我们听听 他在北京 在大同 甚至还有三西的平遥 他的创业经验 平遥可以谈一谈 好 老师 其实您知道 就是三西是一个 比较长的省份 大同是在三西最北边 他其实南接呼和浩特 就是直接接内蒙古了 所以古时候 就是李志诚 当时在那边驻军 准备搭北京 就是很靠近的 那三西的精华 其实在静中 三西简称静 平遥在正中间 就是静中区域 那在武术上 有一个犬种 叫做行义犬 行义犬非常非常古老 那据说 这个事情待考察了 但是基本上据说 发源地就是在静中 那当时是一个 一个家族把持住的 不让外人学 非常非常的神秘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静中很穷 自古都穷 跟安徽一样就两大穷生 因为他土地种不出东西来 所以就很 就只能做金融 因为你不需要 种植生产 那有金融就有保镖 有保镖就要有 不让你知道 我怎么打你的拳 我怎么吃你的枪 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在静中当时行义犬的发源地 有一个说法 其实是发源自于太古县 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 金太古 银齐县 破铜烂铁平遥县 那是我在当地人听到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比如说在当时 真正的金银财宝 都是在太古 所以最厉害的权势 都在太古 太古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被拆光光了 那个古城据说非常非常完美 挖土鸡继续开 开到旗线 第二好的 拆光光了 挖土鸡要准备拆平遥了 机器坏了 他们当时就是非常 已经好像据说连油都没了 文化大革命隔年结束 平遥是这样被保下来的 这是非常神秘的 这些都是跟当地的那些 就是旗老们聊 我才听到这些事情 金太古 银齐县 破铜烂铁 平遥性 对 这是他们老一辈的人 用那个口音讲出来的 在权术上其实 所以当时我就很好奇 但是平遥确实是 完全保留一下当时的古城 所以我当时有了 北京跟大同的经验之后 那个胆子还在那里 还没有被戳破 所以我又跑去平遥开 但是这次去平遥的时候 我就学乖了 我不一个人去 因为要面临很多奇奇怪怪事情 所以我当时看了一块地 我找到这个地的房东 他们姓吴 吴家的吴就是一个像母亲的母 那个中间那边 吴旺在举的吴 对对对 老师你真是 中文正好 姓吴啊 对 吴是家族 是平遥的老家族 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土地改革 就土改没有结束 在中国非常少当时 所以他那个是拿一个上一代的 用指纹画压的那种地气 过来跟我谈 我没见过 当时我在北京已经行政流程走了 很熟悉了 中国有时候真的很奇怪 就到这个时候你还有这个 所以跟他们签约的时候 是十大长老跟我面对面坐 然后找了一个士绅 就是会讲普通话 就叫做士绅 来租我中间人 弄完之后 每一个人咔嚓咔嚓 盖一大堆手印 把那块地租给我 是 但我后来知道 那个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想象 就是在那个状况下 怎么会还有一个政府 允许这种事情在发生 很简单 就是画外之地 差不多 对 所以他也不见得会把你的租金去缴税 我不知道 但是租金这件事情就变成 我必须要cash现金给他们 那跟我签约的是他们的吴家第三代 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胖子 他真的不学 他小学一年级完就不读书了 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土豪 因为他家有土地 第一年租金我记得提了一箱人民币 给他 你知道他当天下午去买一匹马 我没跟你开玩意 他买一匹马 买马做什么呢 因为当地有交通管制 下午四点之后 交通警察就是休息 就什么都不管 他把马骑到城里的镇中间 咣当咣当 当骑那个公子哥在溜马 溜马 这是真的事情 当下我真的是看傻眼 那也是因为这些事情 我那时候很快就找了 当时太原 省会有一家开咖啡店的人 我那时候总之 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去那边有一种光环 随便喝了几次咖啡 我想想找你们创办人聊一聊 我们一见如故 他很喜欢我们 他是太原的一个小老板 最早是做贸易搞音响的 后来想走文青路线 就开了一家叫米谷咖啡的 当时开了七家连锁 他说他自己是山西星巴克之王 他把星巴克驱逐出山西 那时候刚才我在平遥弄了 哎呀好啊我们来合作好啊 然后我们一人出一半以前好啊 反正就是他蒙我我也蒙他 我们就两个人牵手一起去把这个院子给牵下来 我负责管理客栈 他负责在门面做咖啡餐饮 就是我们互相补齐对方不会的这一块 那当时遇到了很多这些土豪们的种种奇怪的问题 我都交给这位他们也算是半个当地人让他去处理 这个六马的土豪可以多讲一点吗 可以啊 那吴晓明就是一个其实蛮狡猾的一个人 就是他就是那种有他的骨子带有山西会做生意的那种感觉 但他用他用 我先这么讲好了 我们说好了一个固定的租金 那他要怎么监视我们呢 他找了他的一个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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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是打到房間裡就是放到地底下 就是很古老那種燒炕 地暖等於是地暖 他們叫打炕 那這裡李仙我們叫他李師傅就跟著我們 然後他說這個李師傅出會燒煤 其他什麼都會做 修修門啊亂七八糟的 燒掃地什麼都行 但他一句普通話都不會講 就不會講國語 很土的一個人 那他自己家裡是種玉米的 很農村的一個很樸實的人 但他其實他長相很酷 就我那時候有講就是 如果他不笑的話 戴個太陽眼鏡 他幾乎就像是70年代的那種港星的感覺 那他一笑整個牙齒是黃的 而且掉了很多 那因為三星那邊的水減很大 他們一直喝醋 如果不喝醋的話腎結石很嚴重 所以他們大量喝醋 就把那個牌帶牙齒就會黃黃的 就很有趣的一個人 那個李先生總是就被他的外甥派過來 名義上是給我們打長工 什麼事情都做 那其實就是他每天去數 一個客人兩個客人三個客人 因為都是老外他也聽不懂 不要說他國語聽不懂 英文更聽不懂 但我有偷偷也不能偷偷 他一下班就每天下午四點 他準時他會說他去散步 他會從後院出去 經過好幾個小胡同 然後到了一個地方 我其實跟著他好幾次 我後來自己就是假裝不經意進去 那是吳曉明他老婆嗎 有一個帳本 每天在那邊算 去報告 今天幾個客人 今天幾個客人 金髮的幾個 黑髮的幾個 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很快就跟我談這個房租怎麼 該調漲一下 但他不知道那種後面的辛酸就是他 因為他們看到我們有外國人來 就覺得你這個地方很賺錢 那這個事情後來就越來越煩惱 我就把它都交給我那個開咖啡的 那個合伙人 對 讓他們黑吃黑去 這是在北京之外的中國 也就是在改革開放以後 慢慢的可能有一些國際接觸 等於他們也在學習著 如何跟這個世界在溝通和交往 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想到 想象出在二零一幾年以後 大陸還有這樣的地方 而且還在他推動 他的整個經濟發展的過程裡面 居然還有六馬隊 對 就是這種地方勢利 有些東西他們 當時可能決定先不要去碰 但我所知道 我是在2017年年底 18年初就退出平遙了 我退出不久之後 整個土地的改革方案全部啟動 所以我把真正的難 我真的很幸運在過去十年 我一退出那個地方 就開始走另外一條路線 整體的說來 疫情對於 夜本北京的影響 我們可以再用個兩三分鐘的時間 稍稍做一點介紹嗎 這一波疫情是讓全世界的人停止移動 我們是做旅遊業的 就無論我們希望通過旅遊去傳達出在武術上 在對武術文化的認同上是什麼 但我們的本質還是需要靠旅遊 旅客這件事情去撐我們的營收 所以當人不再移動了 旅館或者是你移動的時候需要居住的空間 或者是服務 它是第一個受到衝擊的 我是在武漢爆發的那一年 我其實當時就在有一個感覺 也許十年真的是我們的一個盡頭 當時有點不捨 那我很幸運說 我在2019年年底就先回到台灣 那是回來過年 本來是因為有一段時間沒有好好回來 回來過完年之後 正要回去 我的機票就是在爆發那前幾天 我就先取消了 觀望看看 我們熬到5月初 5月8號我記得 那天我決定宣佈停止我們的服務 然後我們所有的員工也都很緊張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讓願意留下的人 全部到大同去 我們也把那地方封鎖起來 當時狀況其實很嚴峻 我們說也不要營業了 我們前幾年前大家就賺了 應該還可以 所以我們就 我保證你們一年的時數 你就在裡面 如果你想回家當然回家 你不願意回家 你就在那裡吃住 我來負責你 我們把這一年撐下來 就是2020 大概就是到去年 2020 2020 剛才提到了旅遊 核心是人 經營旅遊事業也是 到底黃鴻喜還有哪一些夥伴 值得介紹 我們稍後片刻 馬上回來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聞台 主題館訪問的是我們的老朋友 無數教練也是 夜奔北京的發起人 創辦人黃鴻喜 我們今天的主題 夜奔北京 剛才講到了 夜奔北京這個客棧 在2019年 2020年 撐了一年之後 在疫情之中 閉幕了 5月8號 2020 5月8號 剛才講到了人 我一直想要知道 在你的客棧裡面 好像也有一些外國人 曾經擔任過工作 是吧 談談你印象深刻 而且可能對你來講 別有刺激和別有意義的外國人 很多可能我們再來一個月都講不完 但我講第一個吧 有一個2011年的時候 開始上軌道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正式員工開始了 那當時我發布了很多消息 還在找人 那個時候有一個人叫做Garrett 美國人大學剛剛畢業 他是美國Maryland 那個州一個鄉下的小郡出生的 他的整個家族周圍的朋友 從來沒有人有護照 老師你知道其實很多美國人是沒有護照的 因為他們一輩子不出美國 他是那種地方出來 所以我們想像美國人 好像其實是你跟紐約跟舊金山 這些美國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是那種地方出來 一句中文都不會 他就到北京 擁和宮附近找一個很便宜的親女 住了大概三個月 盤纏快用完了 他看到我們的招聘 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用英文寫了一篇 我想說可能有的就是訓練英文嗎 他就跑過來 那時候傻傻這樣 而且他很有趣 他24歲 可是他頭髮剃光光 他長得很老氣 很老實的一個人 就在我們的門口 也不知道進來 我那時候剛從外面回來 我說請進請進 我說我以為他是要 客人 對我想說客人來 裁員來了 趕快把他邀請進來 很開心 我可以當你們的員工嗎 我說美國人第一件 我就先想了解他的背景 所以剛剛知道他這些事情 他說他沒有任何特別的理由要留在北京 他只是不想回家 他就想讓自己在外面放逐自己這一年 好了一個流浪者 對那但是他個性非常沉默寡言 當時我們是非常熱鬧 那時候一個晚上就是每一個晚上都是聯合國的聚會 是很熱那個那個那個喝酒起來年輕人在一起是很開心 但他我想說其實不太適合 但他有一些氣質感動我 說好你來做做看 然後他取了一個中文名字 Garrett 然後他就說那我叫 但他不會講中文 是蓋瑞特 好好就叫蓋瑞特 所以蓋瑞特就留下來了 那他當時就住下來之後 就慢慢開始跟客人交流 我發現他有他的一個魅力 第一 這群外國人進到老北京最老的胡同 進出一個適合院之後 開始登記護照的時候 咦 怎麼是個美國人 就美國人給我檢查 就是他有一種反差之中的反差 所以蓋瑞特那時候就是很 但他做事情非常仔細 那他也跟客人開始慢慢建立了一些關係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還不錯 那我另外一個另外一件事情發現的是 他有一種日本人的靈魂 我這樣講 老師你可能覺得很奇怪 就是因為美國人有一種 美國人很特別的特性 沒有 他做事情非常仔細 那時候我剛開始建立我的會計帳 因為我也沒有任何會計背景 所以我是自己去琢磨 自己去想這些事情 他幫我完善了 他做一個非常漂亮的Excel表 然後所有的收入開支支出等等 而且他算賬算得非常清楚 我們當時另外一個員工叫蘇蘇 他是一個山東的大女孩 就是大啦啦那種女孩 每天晚上 因為交班的時候要算賬 比如說你這個班 你收了多少錢 出了多少帳 你得算清楚 你交班給交給下一個人 他經常是也不多 每天就欠個十幾塊 或多個十五塊二十塊的 其實不是大問題 你每天都有就很奇怪 他就是出資大業 然後他這山東姑娘怎麼樣 欠十五塊 自己掏腰包 補進來 多了就給我拿到他口袋 Garrett受不了這種事情 他每天就自願去幫他檢查帳 把這些東西給查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看到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怎麼會有一個就是這種 就是你很少想像 縱視細節 對 那他其實也是非常關心人 雖然他不太會講話 他也是我們一開始建立起 遇到客人入住的時候 一定要把生日時間給記錄下來 因為他在工作期間 他注意到好幾個客人 是生日當天住我們 第一個 我記得很清楚 是一個德國女孩叫安妮卡 安妮卡當時剛十七歲多 一個人旅遊 他不想要旅遊 他是被他爸爸媽媽強迫 你一定要去一個地方 就是不是歐洲 不是那種熟悉的地方 所以他爸媽給他買一張機票 送到北京 我們是他離開歐洲之後 第一個點 他進來幾乎要哭了 他住的第二天就是他18歲生日 所以那時候我們看到很多歐洲的 父母有這種有趣的事情 然後Garrett注意到了 他也不跟我講 自己從帳裡就是做了一個支出 他生日那天買了一個很大的蛋糕 你跟歌上你應該跟我討論一下吧 他沒怎麼做 但是這個事情是他關心的 然後他把所有的當時其他的客人 其他國家的客人 我記得有愛爾蘭的英國的 亂七八糟的地方都有 晚上給他一個surprise 安妮卡大哭然後大笑 從此他就長大了 就是Garrett能夠做到這個事情是讓我覺得 其實他一直在觀察人 然後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是他很愛看小說 他很愛看美國 他當時自己帶了幾本來看完了 所以他只要遇到就是讀英文類型的客人 他就跟他商量 我跟你換書 對 我看完怎麼跟你換 而且很有趣的是 他很喜歡在晚上 就是客人在大廳裡面吵吵鬧到喝酒的時候 他一個人會搬一把椅子在四合院的中間 就是我們不是有好幾個紅燈籠 他喜歡在紅燈籠下面 用那個微弱的燈光坐在那邊看 他遠看又像一個老頭 但他其實才24歲沒有頭髮 所以他也不能說陰生生的 但是就是他給我們四合院當時塑造了一個很有趣的風景 我到今天都想到他我就想到那個畫面 然後好幾次問他說 我說Garrett你這麼暗的地方看書 你眼睛不會不舒服嗎 他說我這一輩子都沒有在適合就是東方的這種空間 在這麼暗的地方看書 我覺得這是一個體驗 所以我想就是趁我還可以的時候 就他會去做出這些事情 像這樣的一個一個人物 跟你這個打工換宿的這個設計 他是正式員他是第一個 他是第一個正式員工 那麼當初的打工換宿這樣的設計 是不是也有去去去理解各地旅客 跟他們自己本國的風情的這種東西呢 對我們一開始是都開放各個國際都有 所以其實初期有很多常識性的經驗 慢慢後來我是原則上名額只留給台灣的年輕人 我自己從這裡出來的 那我從通過夜門看到世界很多很多不一樣 絕對不只是教科書 或者是我們新聞那些非常非常狹小的那一點世界觀 你跟每一個國家的人一定要相處幾天 甚至幾個禮拜之後 你會突然之間開悟很多東西跟你想的不一樣 所以當時就是這麼鼓勵 所以我們打工換宿其實是給台灣年輕人 而且一次不可以少於三個月 就得在我那裡住著吃著睡著 還要打拳 那是一定的 我一直想問你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既然回到台灣 而且我覺得機緣巧合似乎有天意在其中 你應該在台灣也發展個 夜奔高雄 或夜奔台北 夜奔南投 各處都有很特別的地方 是 老實在那個疫情正式結束 就是人開始真正移動之前 我不會再回到旅行這個行業 雖然我旅行的朋友很多 我希望大家都要成功這一段 但我另外一個想法 其實我之前就一直很好奇 是我想從事一些設計方面的 所以我其實已經在台灣成立了夜奔文創設計 夜奔文創設計公司嗎 對是一間公司 那我的核心點還是武術 也就是說我是從武術的身體鍛鍊裡面去找元素 現在我一開始是做服裝方面的設計 但是就跟我做旅館一樣 我其實又是一個外行人 我現在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但我竟然已經摸著石頭過河做了一次不一樣的人生 所以我現在試試看做這個 那我應該這麼講 就是服裝衣服應該是身體的延伸 而不是身體的限制 可是我今天看到大部分人穿衣服是限制你身體 不舒服 為什麼 因為服裝我們已經被流水線施為限制住了 大家是為了因為工廠好做這件衣服去穿 比如說大家買衣服的時候就是非常固定的尺碼 S M L XL W XL 是 但是這是工廠做出來 你為什麼那麼聽話 每一個人的身體都不一樣 我們看武術古拳譜裡常常會說 這個誰誰是龍型的人 誰誰是虎型的骨架 我剛剛有一件衣服是虎型的 您就是非常典型的虎型的身體 這比龍型矮 比龍型壯 哈哈哈 不一定是高矮 其實這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的思想 它不一定是高矮胖瘦 它就是你身體的比例 那因為你在練同一個動作的時候 你是龍型 你是虎型 你是熊型 你是鶴型 你是藥型 你不應該一樣 你如果是一個藥 你是非常靈巧的一個人 你為什麼要跟龍一樣 你如果是熊型 你這麼熊壯 你就不應該練賀這種 就是先禮先棄的人做的動作 穿衣服應該是一樣 我就從這個理念開始去想 然後包含很多武術的對身體的認知 比如說積隊對武術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武術認為兩個手臂應該是連成一條線的 它不應該是斷掉 這是在東方人看身體 就是包含就是 我覺得包含日本韓國 都有一點這種感覺 那在中國看身體 就是中國武術在看身體這件事情 它是非常強調兩手是一拳 兩手是一拳這件事情 就是告訴我們身體是可以很自由的移動 不應該是因為這衣服 因為穿了一個西裝 所以你手不可以抬起來超過多少度 西裝是給英國所謂的身世起碼 他的手是沒辦法 他限制你 那你為什麼要被limit 你不應該被limit才對 這個設計公司除了剛剛講到的衣服 還有些什麼樣的內容 我其實什麼事情都在嘗試 我嘗試做了一些筆記本 那筆記本很有趣的是 大家今天在台灣講到文創 就是畫一些貓貓狗狗 花花草草 這些東西都很好 可是有一點太多了我覺得 那武術的身體是非常有魅力的 就包含武術的那種圖騰 它是有力道的 那我把這些東西找出來 我的一些學生 小時候跟我練拳 現在長大在各個領域的 但他們也喜歡畫畫 也喜歡做詩 我請他們出來 我們一起把武術東西 把它給產品化 所以我們現在也開始在往這一方面在想 是 我手上就有一本 三路炮拳的筆記本 對那題字特別漂亮 嗯嗯哎 嗯哎呀 這寫的可以呢 很好啊 Wij 嗯嗯嗯嗯יד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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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去让你开发出 对不管是人的身体 或者是人的动线 人的旅游移动 以及人的交往 这样的故事 我知道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一个一个讲不完 我很希望能够给你开一个专栏 谢谢宏喜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